莎拉三部曲第一部 莎拉 所罗门指导她飞翔 第五章 莎拉 等一等 莎拉停下脚步 在十字路口中央等着 她弟弟正以最快的速度 向这边跑过来 你敢来瞧瞧莎拉 真是太妙了 我倒要瞧瞧有多妙 莎拉心想 不由她想起前几次 贾森冷不定地拿些东西给她看 也是说 真是太妙了 有一次 她用自制的补薯器 抓了一只仓鼠 拿给莎拉看 还打包票说 我刚才看的时候真是活的 还有两次 贾森趁莎拉不提防 骗她朝她的书包里瞧了瞧 结果莎拉却发现 是一只无辜的小鸟 或者老鼠 它们都是贾森 和她那帮邋遢小朋友们的猎物 这帮家伙早就想用一下 圣诞节新买的BB枪了 这下可有机会了 高兴得不得了 男孩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莎拉边等边想 贾森累得不得了 一看到莎拉站在那里等着 边放慢脚步 向她走过来 伤害那些弱小可怜的动物 还以此为乐 它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倒想设个圈套 把它们抓住 看看它们感觉如何 莎拉想 我记得以前 它的恶作剧可没有这么残忍 有时候甚至挺好笑的 可是现在贾森 好像变得越来越坏了 莎拉站在静静的乡村道路中央 等着贾森赶上来 想到贾森曾经玩过的一个聪明的小把戏 他强忍住了笑容 当时贾森把头搁在桌子上 将一个白乎乎的泡泡糖 吐在桌面上 并遮了起来 当老师一站到他身旁 他的嘴巴就含着另一端 抬起头 睁着褐色的大眼睛 把那个令人恶心的橡皮团 拉成长条 约翰逊夫人立刻冲出教室 去喊清洁工来收拾一下 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 贾森宣布 他已经把那个东西收拾好了 约翰逊夫人总算松了口气 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他原谅了贾森 放他回家了 莎拉非常惊讶 想不到约翰逊夫人 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他就不想一想 那个看上去像是刚吐出来的 还湿乎乎的一团东西 怎么能站在这样光滑的桌面上 况且桌面还相当倾斜 不过 那时约翰逊夫人和贾森打交道 可不如莎拉有经验 而且莎拉也承认 在自己没有多少经验的日子里 也不止一次被贾森惹恼过 可是现在不会了 因为他早就识破了贾森的鬼把戏 莎拉 贾森大叫一声 他十分激动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莎拉向后退了几步 贾森 你用不着这样大喊大叫的 我离你只有两英尺远 对不起 贾森咽了一下 想缓过气来 你应该来看看 索罗门回来了 索罗门是谁 莎拉问道 他刚一说出口 就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不管贾森在唠叨些什么 他可不想让贾森看出 他有一点兴趣 索罗门 你知道吗 索罗门 萨克小路上的一只大鸟 萨克小路上有一只大鸟吗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莎拉回答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马上换了一副 默不关心的口气 要多快就有多快 贾森 你说的那些无聊的鸟 我再也没有兴趣了 这只鸟可不一般 萨拉 它大极了 你该来瞧一瞧 比利说 它比它爸的小汽车还大 萨拉 你一定要来看看 真的求你了 贾森 鸟不会比小汽车大的 不对 它就是比小汽车大 不信你去问比利的爸爸 有一天 他开车回家 突然看见一个黑影 一掠而过 他说那个黑影好大 起初还以为是一架飞机呢 那个黑影把整个汽车都罩住了 不过 那不是飞机 萨拉 那是所罗门 萨拉不得不承认 贾森对于所罗门这么感兴趣 以至于自己也渐渐地 有了一点兴趣 我下一次去吧 贾森 现在我要回家了 哎呀 萨拉 求求你来吧 下一次也许所罗门就不在这儿了 你一定得来看一看 萨拉 一定要来 贾森这样死缠硬膜 萨拉开始感到有些不安 她通常可不会这么固执的 平时 只要贾森感觉到 萨拉的倔脾气上来了 就只得作罢 再也没招了 只好等着下一次 萨拉没有防备事再说 从许多经验中 她总结出一点 越是强求萨拉去做一些她不想做的事 她就越不可能去做 但是这次有点不同了 贾森好像中了邪 始终不肯作罢 这倒是萨拉以前从没有见过的 结果令贾森既惊讶又高兴的是 萨拉总算让步了 嗯 好吧 贾森 这是大鸟在哪儿 它叫索罗门 你怎么知道它的名字 比利的爸爸起的 他说它是只猫头鹰 而猫头鹰都是很聪明的 所以它应该叫做索罗门 萨拉加快步伐 想赶上贾森 这只鸟就让它这么兴奋 真奇怪 萨拉想 它就在这儿 在某个地方 贾森说 它住在这儿 贾森明明不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却装出一副坚信不移的样子 这经常让早就看出来的萨拉感到好笑 不过萨拉往往会假意合作 装作毫无觉察的样子 这样做倒很容易 它们往枝叶稀疏的灌木丛里仔细地看了看 只见灌木丛里盖满了积雪 它们沿着一排破烂不堪的栅栏 顺着雪地上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 很显然 在它们之前 一只孤零零的狗刚刚跑了过去 雪地上便有了这条小路 冬天 沙拉几乎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 平常 她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走 怎么也不会经过这条路的 然而夏天 沙拉却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无数幸福的时光 她继续向前走 观察着周围熟悉的一切 又踏上了这条熟悉的小路 她感觉好极了 沙拉想 这条小路有个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走 既没有汽车经过 也不会碰到邻居 这是一条安静的小路 我应该多走几次 所罗门 贾森 贾森大叫一声 吓了沙拉一跳 他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叫出来 声音这么大 贾森 别冲所罗门大喊大叫 如果你去这样叫下去 就算他在这儿也不会出现的 他就在这儿 沙拉 我告诉过你的 他住在这儿 而且要是他飞走的话 我们会看见他的 他真的好大哟 沙拉 不骗你 沙拉和贾森 往灌木丛里越走越深 只见那快要散架的栅栏 只剩下一些破败不堪的东西 他们低下头 钻过残留的一道秀极斑斑的铁丝 继续缓慢地往前走 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着 谁也不清楚 这栖息深的积雪下面埋藏着什么 贾森 我感到有点冷 再坚持一小会儿 沙拉 好吗 尽管贾森的怂恿 并不如沙拉自己的好奇新奇的作用大 不过沙拉还是同意了 好吧 贾森 再走五分钟 沙拉突然尖叫了起来 原来她踩进了一条被积雪掩盖的灌溉渠里 大半个身子都埋了进去 又冷又湿的雪 立刻钻进了她的外套和衬衫里面 没有任何阻碍 直接触到了她的皮肤 好吧 贾森到此为止我要回家了 没有找到索罗门 贾森有点失望 不过她惹恼了沙拉 也就不那么沮丧了 对贾森来说 没有比惹恼沙拉更能让她高兴的是了 看着沙拉正狼狈不堪的 把衣服里面又冷又湿的雪抖出来 贾森乐坏了 哼 贾森 你觉得这很可笑是吗 你编造了整个索罗门的故事 恐怕就是想让我全身湿透 想看过我气急败坏的样子吧 贾森笑着跑到了沙拉的前面 惹恼了沙拉 她自己乐坏了 不过她也不傻 早就知道得和她保持一段距离才安全 不是这样的沙拉 真的有索罗门 你会看见的 是的 我会看到的 沙拉回敬了她一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沙拉总觉得 贾森说的是实话 愿 wir站得一杯 现在才是身后被 PUMPагcomb 又 nasıl沙拉了 Linda 老�есс 老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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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缴 老缴 老缴 感谢观看